她的要求非常高 第一 所有的一切她说了算 对 百分之多少在家外 百分之多少在家里 第一 你绝不许脱离社会 变成全职主妇 对 那第二 你还不许low 你想省钱买三五十 哇 你衣服好low啊 我给你三五千 你得打扮好 还不能丢我的人 是 你已经完美把控了 长达八年 你断定对方 已经没有挣扎之力 他的要求你听明白了吗 继续等 等到我点头 这只是结婚 结婚之后继续等 想要孩子等到我点头 对 他讲话平时都是 我要求的 听我的 我有计划的老师 没关系 我不关心你的计划 我知道 反正他得按照你的计划来 不就对了吗 是吧 他必须得按照你的计划来 你的计划是明天还是下礼拜 还是七八十年以后 这是你的计划 我对这个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 他必须按照你的计划来 他争了好久 争了好多次 今天来现场也是一次挣扎 挣扎的结果是纹丝不动 我要计划的 按我计划来 我点头方可 我不点头 门都没有 现在结婚 不是要很大一笔资金吗 这些我不关心 我只是描述刚才 你们两个相处这种状态 我考虑的是钱的问题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每一个人 给自己的行为 合理化的时候 一定能找出具体的理由 对于有些人 他可能结婚 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了 对于你 你的结婚前面 要附加各种条件 我并没有说你错 我只是在描绘 你和你八年的 女友的一个状态 全要精确按照你的计划来 想结婚听我的 结了婚之后 什么时候我要含 是这个状态吧 差不多 不许当全职主妇 但是你也不能当事业型女人 我只是希望 他不要跟社会脱轨 对 对 都是 没错 我精密地复制了你的态度 你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忍受了八年 我问你 你身上还剩一根刺吗 就是好像还有在 想挣扎一下 所以就来 我问一下 你今天脾气好 还是八年前脾气好 今天脾气好吧 当然了 你已经逐渐地适应了 这种被桎 我问一下这个女孩子 这就是都是你的选择 几年以后 你想连震动的权力 都丧失吗 不想 但 今天你有勇气迈出 挣扎的那一步吗 我就是想来这里尝试一下 因为我自己也很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依然在迷茫是吗 这种振动能力 你将必然丧失 未必不幸福 但有一种幸福 不是我感到好开心 那是一种逐渐地 缓慢地习惯之后的麻木 确实没有什么不开心 好吧 所以今天是个机会 但是我不认为你抓得住